越南河内的空气污染依然恶劣 今天更是一度成为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大毒汇 按照瑞士空气监察组织的数据 河内的空气素质一度来到191不健康水平 是的 截至五位时间晚上8点半 PM2.5细颗粒物浓度 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高出了将近27倍 有关系列的标准高出了 就是用水平的水平 所以用水平的水平 就不容易被热 跡象区分析 湿冷的空气将巡浮颗粒 困在了接近地球表面的气层 使得今天的越南首都街头 能见度非常低 世界银行2021年报告指出 河内空气颗粒污染中 30%来自公路上的 飞尘和交通工具的排气 另外三成来自工业排放 单单是越南北部和中部 就有18000宗死亡个案 可以追溯到空气污染